停车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种情形还算是好的 10月4号5号两天 白云机场3009个车位全部爆满 停车场不得不被迫关闭 停车楼的话从4号开始就已经实际了关闭 到5号为止一直都是关闭情况 北停车场是距离后继大厅最远的一个停车场 平常可以说是备受冷落 但是在国庆黄金周期间 由于车位的爆满 就连我身后这些在过道上临时增加的车位 都已经停满了车辆 廖主任说 这里前两天停放的车辆 大部分都是利用长假出游的过夜车辆 虽然这两天旅客返程高峰到来 送走了大部分停放的这里的过夜车 但是同时前来接人的车辆又涌了进来 车位还是相当紧张 机场方面估计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黄金周结束 为大家过来机场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广州机场工作人员介绍说 一些游客为了自己下飞机回家方便 不在乎停车费很高 直接就把私家车停在了机场的停车场上了 这可苦了那些到机场需要临时停车的车主们 俗话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看来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是个不错的选择 最近两天呢在广州一些旅行社的生意再一次火爆起来 今年的国庆长假双结合并假期较长 许多人虽然已经玩过一轮了 但是玩性不解 是要抓住黄金周的尾巴 再过一把旅游瓶 采访中许多广州市民告诉记者 他们早就想去北京看看 而看完国庆阅兵后 这种想法更为强烈 另外一些广州市民说 他们选择这个时候去北京 也是因为此时的价格 要比国庆节钱便宜一些 国庆长假期间一些家装公司使出了浑身泄数 力求在本年度最后一个家装旺季有所作为 长假期间 长沙各大家装公司可谓顾客迎门 比家装公司人气更旺的是建材市场 瓷砖7.5折 木制地板折厚板现金 位于用品4折甚至3折 这个长假价格大战硝烟弥漫 最开心的当然是消费者 用别人5到10%5到15可以做得到的 你看感觉比较 对对对对 比较实现 所以我们趁这个时候来买东西还是比较划算的 在这场国庆价格大战中 很多建材经销商表示 他们是被迫参战 为的是赶上今年装修的最后一波行情 凭价格凭人气这一块的话 每个